傳言這個接下來陳佩琪退休之後 恐怕他也會被檢調 相關的單位約談的一個情形 那包括說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調查局又啟動了這個聯合的 這個所謂金流茶器的中心 跟國際愛格蒙組織開始聯繫了 好像看起來好像是有一些新的金流出現 所以才會有今天 我覺得今天比較奇妙的是說 因為他約談了這些人 他說是金華城 或是說像民眾黨的基層員工跟黨工 那這個到底說 這個案子裡面有什麼關係呢 而且剛剛講的 今天不是兵方而久入查了16個人 16個人有的是證人 有的人是被告 這個證人被告裡面 今天最亮眼的 大家說兩個 一個是剛剛講的沈基金的秘書 怎麼會動到了秘書 動到了沈基金旁邊的人 第二個就是柯文哲的貼身隨護 對 你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是越來越往 他們周邊的相關重要的人去抓 那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都是最知道他的行程 那他的怎麼作業 這會非常清楚 從你看開始有司機 租這個所謂沈基金的司機 然後你看今天這個柯文哲的隨護 還有沈基金的秘書 你看越來越多的這個 這個都往這些人去集中了一個狀況 你給他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陳文中 陳文中來說的話 他跟著這個柯文哲 從2016年到2021年 剛好橫跨在說 從目前為止媒體踢爆了 這個金華城的前傳 到目前為止 2020年的 2021年的金華城的這個變更 到2021年 2021年中間的北四科的案子 他一定都知道非常清楚嘛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陳文中 尤其他最後跟柯文哲鬧得很不愉快 鬧不愉快 對為什麼 因為聽說他還爆仗 扶爆很多仗 被柯文哲抓到 柯文哲對任何所謂仗 要求那麼緊密的時候 他當然有認為說 你這個不行 所以他離開之後 他會不會呢 抖出了一些什麼東西呢 我覺得這個 接下來我們好好觀察 好 剛才講是 今天當然約台了很多人 今天約 冰封29路 冰封29路約了這麼多人 你說這個東西 陳文中你覺得是有趣的 陳文中一直都貼著他的貼身水戶 可是你說他的貼身水戶 其實有兩個關鍵的人物 那為什麼今天 檢調單位 專門鎖定陳文中呢 老實說你看今天找誰 陳文中啊 陳文中是誰 他不是要貼身水戶嗎 我跟你講所有跑真正新聞的記者都知道 你先從司機跟水戶下手 你聞不到那個當事人啊 市長電話你怎麼打得通 因為打過去也不是他接 都是貼身水戶接 以前阿扁是這樣 馬英九也是這樣 柯文哲當然也有他的手 所以你說今天有任何人 你要找柯文哲 搞了半天不是柯文哲接電話 你今天不是陳文中接電話 就是林傳方接電話 所以誰打電話給柯文哲 別人不知道 但他們兩個一定知道 你看這組繼續查對不對 而且把沈慶經的秘書 把柯文哲所有都找來 把這個在家幹嘛 就是沈慶經跟柯文哲 他們可能還沒說或不願意說的 江湖川客談說真相只有一個 到底有沒有見過面 到底什麼時候見過面 到底在哪裡見過面 他們兩個也許不講 但是貼身水戶跟秘書會知道 就這麼簡單 但問題是我們今天都要講陳文中陳文中 把他以前仁愛索的經歷啊 柯文哲身邊啊 還有他創黨的時候有沒有 剛剛這個瑞德給大家看的 對不對 他就跟柯文哲示愛嘛 我是柯芬我驕傲嘛 但是他這種高調的動作 後來也引發了問題 2021年的時候 他就被驅逐出去 出門了 不再用他了 有暴障的事情 大家去看那個新聞 那你找一個已經離開柯文哲 兩三年的人幹什麼 幹什麼 去問他一些 現在還跟在柯文哲身邊 不會講話的人 所講的話嘛 來吧 就你看這張照片 我認識柯文哲的隨乎 不是陳文中 第一個認識的不是他 是林傳芳 什麼時候 我可以把自己告訴你 2014年的9月11號 他就出現了 什麼意思 還沒當選市長 當選市長之後 陳文中進來了 而且他當主要 每次媒體來說 這個媒體注意注意 他其實比較 喜歡在媒體面前 讓大家知道他是 因為他是仁愛所的所長 他是警大畢業 和他身邊有一個 都不講話的 也是仁愛所的員警 警專 你就知道了 所以陳文中 是這個林傳芳的長官 但是為什麼陳文中去 是因為林傳芳 來 寶洁哥你看這張照片 大家一看以後 很多常看新聞 對 左邊那個常常都出現 可是為什麼最近都沒有講話 我告訴你回去看那個畫面 柯文哲八月三次要從他們家 金山南路的住家 要離開的時候 講說我要講話 那個時候在他上面的人 就是林傳芳 還跟著他 然後柯文哲一上車以後 講說我要坐自己的車 誰去把他的車給叫過來 也是林傳芳 林傳芳是從第一個 一直跟跟跟跟 跟到今年的9月5號 9月5號之後 他被歸建回去仁愛所了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被收押了 所以他就不能繼續保護他 林傳芳才是跟柯文哲醉酒 那為什麼不約他 因為他對柯文哲最忠嘛 什麼事情 他反北地跟柯文哲一樣嘛 所以他不會講 那我今天不是講說 檢調他們今天會怎麼樣 這個叫連檢 連政署跟跟跟太北地 他們找到 他們找到key man了 如果有什麼事情 是對柯文哲 也許不利 我不是說一定有啦 因為中華民國無罪推定嘛 那又肯把事情講出來的 可能就是當時離開了 不愉快的陳文忠了 他離開不愉快 他離開的時候不愉快 他怎麼樣離開不愉快 他爆仗的時候 當時被找到一些 可能這個細節 我就不講了 反正他總之 所以他跟柯文哲不說 他跟柯文哲 他離開的時候並沒有愉快 而且第二個 他離開的時候是2021年 拿保證 我們現在倒回來看 整個事件 560我從來都不太去講 因為560是監察院糾正的 而且桑山就是560 只是他有一塊沒開發 所以林中明治很強調 就是桑山特 不給到那麼高嘛 可是監察院都糾正了 給到560 基本上沒事嘛 所有的問題 我們今天討論青蛙城 都在於2020年的3月10號這一天嘛 2020年的3月10號這一天 有一個便當會 硬小偉講要開的 然後之後開始往上走 那2020年3月10號 一直到2021年 陳文忠離開之前 這段期間 甚至啦 我就這樣說啦 2020年3月10號之前 如果柯文哲有很多 所謂的批公文 他的行程常常會有寫個批公文 他不是批公文 他是有秘密行程的 他就寫批公文 他的行程一天下來以後 他有三種版本嘛 一個版本是給市政記者的 可能今天就有三個行程 可是呢 其實他有八個行程 另外五個行程 是給市府裡面 包含秘書長 包含副市長是都會看到的 但還有第三個版本 是他真正看得到的 就柯文哲跟他的隨乎 那當你看到副市長 還有其他秘書人看到 下午2點到4點批公文 可是人又不在市政府 怎麼批公文 他去外面見了一些 他不想要讓大家知道的人 當然不是說一定有問題 只是他那個是機密的 所以柯文哲有很多秘密行程 而這個秘密行程 只有陳文中 跟林川芳兩個人知道 保教委我要講 任何政治任務都有秘密行程 只是有秘密行程 不代表違法 只是他那個行程 不想讓他知道 所以連市府的秘書處 連辦公室裡面的秘書 可能都沒有辦法 完全掌握的這個行程 誰會知道 隨車的隨後會知道 所以我不是說一定會有事 而是可以看出來 連檢為什麼今天 找了陳慶晉的秘書 跟找了陳文中 很簡單 他就是希望陳文中 告訴檢方到底 柯文哲有沒有在他的筆錄當中 所講的 我可能跟誰不認識 我跟誰不熟 是不是事實 那陳文中可以把他 從這個2016 一直這樣子跟到 有沒有 到了這個2021年 離開的這幾年當中 他所有的行程 如果他有記錄的話 那因為呢 他以前在柯文哲身邊的時候 連下中南部買高鐵票 都是他在做的 所以他一定很清楚 買高鐵票 都是他買的 對 都是他在做 那也可能 也因為這件事情 後來他離開了 這個細節我就不講了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所以重點就在於說 陳文中 他掌握了柯文哲的所有行程 不公開他也知道 那檢方現在就是要從陳文中的口中 可能去問他幾個關鍵點 或許他們根據手機的定位 怎麼樣 他有沒有去哪個地方 那因為沒有實證 那就找當時的人證 人證就是陳文中 有關於金華城相關的 不管你是這個 392%的到了560 還是這個560 到了這個等於840的整個容積率嘛 幾乎突立的罪 已經鞏固的差不多了 突然間今天 吳玉景的繽紛29路 然後呢 約談了 今天有10個被告 然後6個證人 我請問一下 你知道今天 北檢跟廉政署 在做什麼事情 今天找了一堆位 根本不認識的人 我告訴你 北檢跟廉政署 這也是今天的 北檢跟廉政署 今天所約談的這個 10個被告跟6個證人 不是在查金華城的圖利 他是在查金流 他是在查金流的部分 你還記不記得 有4.3億 包括威京小水 金華集團對這個是不予置評嘛 然後4.3億的錢 分兩次 用顧問費的名義發出去 還不是有名單嗎 那我問你嘛 那麼北檢這次查的 今天那麼大規模的去搜索 也好 還有去這個等於說把人傳來以後 等一下晚一點 包括台北地檢署一定會有強制處分嘛 請問他為什麼增加了這8名的被告 還有 包括剛剛大家已經談了嘛 陳文中這個柯文哲身邊很重要的警官 他可不是一般的警察小隊長這些警專畢業生 不是喔 他是警官喔 他是兩線三線的中階警官喔 而且他當年離開 他本來是在柯文哲旁邊大概超過6年的警官 貼身的幾乎可以用秘書來形容他了 他當年離開柯文哲的時候是不愉快離開的 不愉快離開的人才會做什麼事 才會把檢察官想要知道的事情講出來 如果跟他非常衷心耿耿的那些警察們 他們這些學戶可未必會講檢察官想要知道的東西嘛 所以這些都是在查所謂的金流 所以表示台北地檢署針對金流的部分 沒有放棄也沒有停止追查 所以剛剛講計劃成半到現在 最關鍵的已經是金流了 沒錯 金流的關鍵點在哪裡 因為你要行賄你要打電你要在這個中間金流的流轉 誰是發起這 而且從今天週刊的報導才知道原來檢調 已經把省基金所有的財務狀況 你的錢怎麼來怎麼走 你的錢到底有哪些都已經摸得一清二楚了 而且我們之前講的 中間之前有4.3億從你的子公司雙公司套出來 套出來以後開始去打電 搞了半天不是只有4.3億 一開始頂月公司就已經給省基金5億 5億加4.3億 有9.3億在打點 對 沒錯 抱歉 中秋節 郭宏蘭目前為止 檢調已經來到了真正這個案子的生存區 那就是把金流 金流你只要查出來的話 那兩個這個不論是省慶金或是柯文哲都會中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省慶金 因為他的錢是出來了 出來到什麼地方 所以現在為什麼這也不難解釋 為什麼黃珊珊突然要丟出都市計劃條例25條 他就是要穩住省慶金 所以黃珊珊也知道接下來的重點就是省慶金 那你省慶金怎麼樣不說我25條的話 我們是我們市政府讓你主動讓利給你 所以你沒有圖利之罪 所以你只要不承認這個的時候沒有問題 所以檢調也知道 這個省慶金可能都跟他套好了 跟黃珊珊都套好了用這樣一招 好那怎麼辦 我找其他的破口來查你嘛 所以今天丟出來 今天中刊丟出來是什麼 這個金華城左手賣右手套現百億 省慶金還涉嫌重罪啊 對不對 其他的重罪啊 另外一個省慶金還有5億的靠場金不知去向啊 我們之前是認為是4.3億 現在檢調又丟出了5億 所以是9億多啊 你弄了這麼多錢 你這個可能涉嫌要什麼 背信的重罪啊 所以你看一口氣有三條背信的重罪 背信的重罪來說的話 如果涉嫌到1億以上的這個 這個應付的行者是7年以上 5年以下的有息徒刑 15年以下 所以你看這樣子抓起來的話 你可能有二三十年的這個勞要做喔 那你要不要講清楚 如果你講清楚的話 或許這個部分來說 可以換取你的緩刑 或是減刑的這個狀況喔 而且我沒有想到 在台灣背信的罪責這麼重 你來公司把背信是 你今天左手換右手 你現在掏空公司 這個就是7年 你從來撈了5億 5億如果交代不清楚 這5億也是7年 加上4.31去了哪裡 交代不清楚 又是7年 光是這三個7年 你就有21年勞了 對 沒錯 另外一個 今天還提訓了柯文哲 提訓了3.5個小時 為什麼 因為沈金晶這邊的金流 大概有一個爬數之後 我現在想要從 你另外這邊來跟你對 你包括USB的這個 1500到底代表什麼 你的大選的政治現金 還有4300萬的這個商辦 還有你陳佩琪的619萬 講清楚 因為現在這邊有金流 你這邊的金流都不起來的時候 看能不能夠把兩邊的 串連起來一個狀況 而且寶傑 現在他們要怎麼去突破呢 因為沈金晶就說 不是啊 這個金華城跟我無關啊 這是朱雅虎頂月開發的事啊 可是寶傑 這張照片告訴你一切所有的事 這張照片 在2020年10月19號 金華城廣場動工的時候呢 寶傑 這個是頂月開發的案子 頂月開發的董事長是朱雅虎 朱雅虎照理說應該來這邊 朱雅虎那天沒有在台上 這天台上的是 沈金晶在西位 然後呢 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頂月開發怎麼變成是這個 你怎麼會 所以我就說 這整件事來說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這恐怕是他們背後 所已經做好的一個時間軸 他們都已經安排好相關的 怎麼運作的程序了 所以市長 你要講的 當這個2022年的 11月19號的時候 大家歡歡喜喜的進行了 金華廣場的動土典禮 大家非常開心地去去交花 交花的時候留下這個東西 竟然是陳唐震購 因為我們再強調一遍 今天台北市政府 簽的協議是跟誰簽店 是跟這個所謂的 頂月開發簽的協議 今天我給的建造是給誰 我給的建造也是頂月開發 負責人就是朱雅虎 我所有的合約 所有的契約 所有的坦白 都是頂月開發 你柯文哲難道不知道嗎 你柯文哲如果知道的話 你旁邊怎麼會做的審計金 而且你不但做的審計金 你還跑到他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逃租議員去上課 就代表你根本配合他洗錢 你根本配合他投工工資 你配合他去做違法的事情 那這個這一張照片 審計金就不能講 這跟我無關 那時候我們已經交給蘇雅虎 不 你是席位的 對 沒錯 而且那一天柯文哲還說 這個金華廣場是大型的逃出引員 所以事實上現在目前為止 壓力非常大 我們再跟大家看一次 你看建造發的日期 這個是白紙黑字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的 執照發的存根 111年10月18號 10月18號 居然就有這個開工天理 所以你要說沒有說好了嗎 這是當天給你 你隔天就開工 所以我跟你講 這是苗鋒搶 那這是林柏鋒 然後這是這個許勝雄 他們都是有頭有臉的上市上位公司 你行程沒有五六天以前跟他預約 一個禮拜給他預約 他根本不會來 所以跟你講 這就是告訴你 他們早就已經有這些行程表 都已經知道了非常清楚了嘛 而且從這個動工天理 萬事莫如動工機 萬事莫如建造機 今天就很清楚 我一定要在我柯文哲卸任之前 把這個事件搞定 搞定之後 我今天穿出兩個非常荒謬的事情 怎麼兩個荒謬的事情 原來這個過程裡面 你要有個協議 協議就是你今天的 這個所謂的頂月開發 當時你那三項承諾 你的所有承諾 你都要給我履行 這個協議 竟然是動工之後才簽的約 另外就是台北市政府 唯一要確定 口說無憑啊 雖然給你的建造 可是我也要確定我說 我要給你容積率轉移啊 要確定給你這麼多的容積率啊 這個容積率 竟然是在蔣萬安時代才給的 代表當時急如新火啊 對 為什麼很急 我跟你講 111年的10月19號之後 距離柯文哲下台的時間 只有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要趕快在這個時間 把它辦完成啊 那我就 剛才寶傑講到嘛 建造發現也沒有錯 可是你的容積獎益的相關的 這個後面的簽約 還有你要給台北市政府 還有榮獎的這個錢 都沒有入袋 就讓他建造 發下來就讓他蓋了 所以你要是沒有 你要不是沒有確定這些 你蓋下去的時候 你蓋上去的時候 萬一後來蓋不完樓 那怎麼辦 所以我跟你講 他們已經決定 就是反正就是硬幹到底 硬幹到底 好 那剛剛講的 這個硬幹到底也看到了 危機小鎮 省基金他怎麼幹的 原來當時金華城是 賠了一筆股 他賠了一筆股 當時原來是銀行要倒贈 銀行要這個所謂的收散 銀行要收散的拜託 拜託你不要收散 我趕快要把你賣掉 賣掉的時候 當然大家就要買對不對 沒有 你左手換右手 你交給自己的孫公司 你的子公司是中華 中石化 交給中石化下面的底月開發 交給底月開發之後 我剛剛講的 別人300億我不要 我居然溢價8% 溢價8% 你在錢從哪來的 他們是掏空公司來的 我跟你講這邊有 非常嚴重的貓膩 為什麼這樣講 事實上金華城的資本 是204億 但是從他一開始 因為當年到2018年 決定打掉重練的時候 他已經上上資本了 快要虧光了 所以銀行跟他說 你要賣就趕快賣 結果他從2018年 當時已經搖搖欲墜 他就開始去對外說要賣 可是每一次都沒有 都說我不賣 一直到什麼時候 到2019年的9月的時候 突然就說我要賣了 我賣給誰 原本有人來標 有另外一家建設公司出300億 但是後來 他是用了374億 誰來標 中石化 就是我的另外一邊的 中石化公司的 頂月開發 用更高價把它標下來 好 這有什麼貓力存在呢 寶玉跟你講 因為你現在可能涉嫌到掏空 因為金華城公司呢 省金金有非常多的股份 你這樣等於是掏空中石化 用高價 然後把錢轉到你 金華城公司 這樣一個嫌疑 所以這有背信的嫌疑 再來我跟你講 2019年的9月多 寶玉 你知道什麼時間嗎 什麼時間 很重要 因為在2019年 這個確定賣到頂月開發之後 2019年的10月 黃珊珊就任台北市副司長 所以事實上 我2018年就可以賣了 但是我為什麼一直拖拖拖拖拖 拖到2019年的9月 然後確定賣掉之後 黃珊珊就入主市政府 所以這樣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巧合 是互相疊加 你會覺得這裡面 有太多怪事發生 這裡面非常有意思 你看10月19號是動工 那一天我們查了 真的是 那一個禮拜最好動工的日子 好 那我跟你講 那一天是好日子 還是非常有意思的時間 寶玉 你知道 那一年的10月20號 你知道什麼日子嗎 10月20號是 省慶金的生日 75歲生日 他生日那個禮拜 就這一天最好 而且18號過了之後 接下來幾天都沒有好日子 然後這一天開工之後 接下來是省慶金的生日 搞不好那天他們還有去 這個唱K歌也不一定 然後這樣12月20號 蔣萬安上任 如果你拖到蔣萬安上任之後 可能就沒了 這個案子會過嗎 當然不會過嘛 那尤其是 大家都說 裡面還有一個貓力 就是雙層論壇 因為在整個雙層論壇 2018年雙層論壇的時候 當時柯文哲 沈進京 還有黃珊珊 他們都在同一個桌上 也就是說當時 似乎是大家就連接上了 我跟你講2019年 他不是金華城標售嗎 九葉標售 黃珊珊就就任副市長 所以我跟你講 這裡面如果你把這些時間 完全堆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裡面有太多太多貓力 都在這個地方嗎 所以你說 當時大家就覺得非常奇怪 今天金華城本來是一個時代 金華城你不要說是 整個所謂的840了 你連560你都搞到 這個所謂的灰頭土裂 你都非常的一個辛苦 你怎麼可能一下560 衝到840 而且之前你這個 柯文哲周邊的幕僚 全部都反對 那你為什麼大反對 大家也會說 當然黃珊珊是一個關鍵 黃珊進到市政府之後 整個氣氛整個方向 就完全做了一個180的轉變 可是黃珊珊有這樣的 童甜本事嗎 如果你再把這個東西 再往前挪就有趣了 2018年的12月 雙城論壇 這個東西剛剛講到 今天柯文哲 包括了這個 包括了黃珊珊 竟然都坐在同一桌 坐在同一桌 你就發現 這個時候 就發現 沈慶珊跟柯文哲的關係 就拉上了 拉上了以後就發現 柯文哲幹嘛 開始幹嘛 去爸爸會館了 就開始 跟那些地下洗錢的人 開始有交往了 然後開始 金華鎮就飆售了 飆售了以後 黃珊珊就來了 對好 事實上這個時序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然後我再講 10月19號胎宮 念75歲的生日 送給你一個生日的大禮 好 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們就講 這次不是說 鼎月開發 有給金華城5億元嗎 那我跟你講 這5億元怎麼算 因為原本560億的 容積率來說的話 它大概是可以賺100億 但是如果是到 840的容積率的話 可以賺500億 500億的1%就是5億元 所以5億元 他們就用這樣算出來 算出來給審慶金嘛 所以我跟你講 這裡面來說 而且你知道 現在我就講 審慶金那部分 目前我們爬數清楚了 另外一部分是來自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 檢調不是說嗎 選權有三個月 湧入近2億的 這個現金捐款 我們不是講過 這張圖嗎 在整個所有人 賴清德 侯友宜 還有柯文哲 紅色線就是現金的比例 你要他個人的現金比例 93.7 營業事業 現金的比例 也有84.3 匿名的話 現金有60.8 你號稱科學理性物實 你都要用所謂 線上匯款了 居然人家給你的現金 人家給你的政治現金 是現金 所以說檢調現在已經 一筆一筆一筆現金在算了 對 所以你只要把它 爬出清楚之後 如果你能夠最後連結到 沈欣金這一邊的時候 我就說 那就中了 所以才跟你說 現在已經進入真正的深水區 宇雪 走到這一步 真的 金流變關鍵 而這個金流的關鍵的源頭 竟然就是沈欣金 而現在原來4.3億 已經把人家嚇死了 搞到半天 現在又多了一個 5億是9.3億 而今天我們剛剛講的 檢調又開始 去查柯文哲所有的金流 最後三個月居然多了2億元 而且是一筆一筆的查 很多人都覺得 難道柯文哲把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變成一個洗錢中心嗎 不過來跟我們講 檢調一查詢的時候才發現 事情大條 為什麼 內心搞不好打起寒戰 因為原本以為 柯文哲只是單線進行 後來發現 不是 他的整個洗錢作為是 以總統大選為核心 配合木格公司 多管其下 我們講 第一個 你說上衝下起 左撮右揉 對對對 柔成一個柯文哲喜歡的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講 首先我們講金華城這個案件 原本他講說 我這個五億元 要分論給金華城 也就是你給我做這個生意 我很開心 但理論上來講是什麼 完工的時候才要給 結果保德哥你猜猜看 什麼時候就給 開工就給了 沒有 就合約簽 簽約就已經給了 簽約就已經給 因為省經營一直吹嘛 吹完之後 這個五億元 搬到省經營身上的時候 你想說不對啊 那這五億元去了哪裡 結果搞了老半天 根本沒進金華城 這個五億元 跑到了小省的口袋裡面 而且小省怎麼用 請問現在找出來了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對不對 各位這就是重點一了 小省憑空 不只是五億元喔 他還有什麼 公關費 還記得嗎 2020年的1.8億 以及我們講的 2021年的1.5億 加起來是什麼 4.3億 所以保德哥 9.3億元從哪裡變不見了 從金華城 從微經傳 掏出來變不見了 但這時候 當省經營之前變不見的時候 有一個人的錢增加了 你知道誰的錢嗎 誰的錢 柯文哲的競選總統專務 因為檢調查到一些事情 太怪了嘛 說不對啊 你倒數最後三個月 為什麼分別匯賂三千多萬 八千多萬 又六千多萬 加總起來1.95億元 但各位怪事怪哪裡 都全現金 全部都現金 而且現金就算了 仔細爬梳裡面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怪在哪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保德哥這種數字一大堆 都是匿名的 跟關鍵密碼一樣 看起來就像什麼 九五至尊 祝賀柯文哲當選 結果一查之後 這些金流加起來有多少錢 各位不好意思喔 有三千多萬元 還記不記得 任何時候 柯文哲出來受訪的時候 跟各位講說什麼 說對啦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 總共九成都現金 不可能啦 有人勾錯了 保德哥我搞懂了 你知道什麼嗎 就是要把它混在一起 洗錢的真理是什麼 搞亂掉 把髒的錢跟乾淨的錢 洗在一起 今天有一堆都 線上捐款對不對 不過我跟妳講 如果說這些現金 沒有這樣喇咒會的話 絕對非常的醒目 絕對非常突出 所以我一把他一喇咒 請問一下 你分得出來誰是線上捐款 誰是現金嗎 但也就是因為這樣 難怪他的帳特別難做 所以保德哥 我們講的故事不是陳佩琴的619 我們講的是整個競選莊務裡面 大選政治獻金4億裡面 至少有3億元 亂七八糟去向不明 流向不明 很有可能都成為洗錢的利器 而且更不用講說 木格也是一來一去 木格的帳更是一筆爛兆 你看光是一個這種莊務 已經洗了這一大堆對不對 但不要忘了 現在最可怕的是什麼 虛擬貨幣 現在檢調在華裔 現在查的是 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虛擬貨幣 你知道保德哥 這個虛擬貨幣你知道來源哪裡嗎 在哪裡 我跟你講台商圈盛傳 來源於就是來自於對岸 而且還不是各位想的那樣子 不是說對岸直接這樣 砸給他是什麼 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說台商圈裡面 是不是非常多的生意 非常多的商人 大家全部通通集資在一起 提供了柯文哲 而那個形式叫做虛擬貨幣 你知道他就說 宇先生講真的講假的 來我給你兩個線索 第一個線索 2018年的時候 這個叫什麼 雙城論壇 那時候柯文哲坐在主桌上 那怪了 有兩個不應該三個不應該的人 也出現了主桌 你知道誰嗎 第一個 黃珊珊 寶貞哥請問黃珊珊當時是什麼 市議員 為什麼黃珊珊這時候可以做主桌 還有誰 沈慶金 還有一個關鍵的 林崇傑 也就是金巴局長 後來也說 金巴局長也在上面 對 因為各位你不要忘了 金華城有什麼 龍基轉移 那個時候龍基轉移 通通都是交由所謂的 金巴局長去處理 產巴局長去處理 所以那時候 包括所有關鍵的人都在這邊 而且搭配最近一個很奇怪的消息 為什麼 整個金州官員在爆料說 最近是不是有討論到柯文哲 有AIT 關切 他們說不對 通通都是來自中國的認知作商 那就怪了 中國如果說跟柯文哲之間 沒有千絲萬縷的金流關係 為什麼還要大費周商 特別幫中國 我們講特別幫柯文哲 動用媒體的力量 製造說賴清德在金門被圍困了 被軍演圍住了 說AIT關切柯文哲的事情 所以你說中國的國台辦 中國在幫柯文哲微味就躁 在微視 你想想看 國台辦聲明一發出來之後 馬上就有兩個奇怪假消息出來 而且搭配台上去的消息說 有資金好像來自中國對岸 而且你不要忘了 2023年的時候 柯文哲自己親口講一句話說 有人要花兩億美金 讓我當副總統 結果現在研究起來 這些消息恐怕背後的資金 都可能跟中國有非常高度關係 蔡碧如被朱雅虎 在2017年的陳情曝光了 對不對 寫了這個文情並茂 要求除了560之外 更希望能夠保障這個 12萬羅幣平方的這件事情 而且他還跟蔡傑講說 因為這個林局長 林局長就是都發局當時的林周明 林周明要陪同議長出國 要8月3號才回府 他會他一定要與會才會有效果 如果是當時的都發局的副局長出席的話 他知道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他的舊士 他知道他的意志非常的堅決 不可能同意這一件事情 所以他要求蔡碧如一定要找林周明出席 然後這個文就曝光了 對 但我要問的喔 蔡碧如有把這件事情辦成沒有 沒有啊 雖然他幫忙安排了見面對不對 但是林周明跟林青龍後來上簽了一個公文給柯文哲 說560沒辦法 因為監察院已經糾正了 所以我們要開督委會給金華城560 但是12萬平方公尺這一件事情 門額都沒有啦 這件事情如果過了之後會有違法的疑慮 所以就直接拒絕他囉 所以代表蔡碧如在這件事情上面是沒有達成的喔 但這件事這個文為什麼被拿出來 為什麼突然丟出來 拿出來 而且是你們黨的紅線一丟的耶 對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 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蔡碧如有這一個黃珊珊不會有嗎 黃珊珊不會有嗎 而黃珊珊幫忙了什麼 如果我們現在全部都在質疑蔡碧如當時在2017年 為什麼幫朱雅虎 為什麼幫沈慶晶去約林周明 約林青龍 那我要問黃珊珊你在2019年10月之後當上了副市長 2020年3月跟易小微開了便當會 你也在裡面 對 3月17號金華城的陳情書也有交給你啊 你做了什麼事情 對 你做了什麼事情 你不要告訴我你都沒有做 所以你跟慧珍想的一樣 都是黃珊珊在轉移交點 當然是啊 在轉移交點 對 而且我要講的是說 沈慶晶一定也不會放過黃珊珊嘛 尤其是朱雅虎 他過去是好龍兵的兵役局局長 對 兵役局長 關係非常好 他跟黃珊珊又全部都是軍系的關係 他會忘記黃珊珊嗎 他一定也知道黃珊珊啊 那黃珊珊你接受到金華城的陳情之後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嘛 你是不是跟柯文哲講說 沒關係 我們引用台灣省都市計劃的刑事者 給他20%的容金獎金沒有問題 你是不是說台北市都市計劃 自治條例的25條 可以用台北市政府認為土地有需要 有必要的時候 就可以送審刑金20%嘛 你講清楚說明牌啊 如果是現在柯文哲簽下來 你當然要負責啊 你現在才把陳備局推到第一線 我覺得接下來應該被檢察官約談的 就是黃珊珊啊 今天黃珊珊知不知道她得罪賴清德 她知道 她當然知道嘛 黃國昌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 所以這一批人是什麼人 亡命之徒 對 亡命之徒 而且他們只有八個 滿貫八個 不知道得罪賴清德多可怕你知道 那我知道嘛 因為我太瞭解這個東西的 這個運作的關係 為什麼你知道吧 最可惡就是你剛剛講的一句 最重要的話 黃珊珊從選台北市長開始 做假民調 對 從選總統做假民調 對 做藍白河騙錢 然後這個案子本身 2019年進入市府開始 就開始搞貪污舞弊 他們一系列的犯罪 他們是一個一長系列的一個 集團性的犯罪的合作關係 對 所以柯文哲很和這個 和他的胃口 對 所以為什麼這一味 這味吃得很薄的嘛 對不對 那吃了五六年這一味 大家都在猜 到底他們兩個什麼關係 一點沒有什麼關係 這很簡單 就是利益的結合 可是利益的結合 叫什麼結合你知道吧 利益的結合是一種 妥協性的結合 對 所以這個英文叫做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是一個暫時性的結合 它會脫鉤的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你放到賴清德 你掛了 我跟你講 通通要做了 好的 蘇菲 剛才講的 現在看到柯文哲來講 他真的想要把整個 也就是把黃珊珊 把柯文哲 柯文哲要把所有的公務員 跟他都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 拖下水 那這招會有用嗎 當然沒有用 因為他本 不會投鼠計器嗎 但不會 我要告訴大家 柯文哲本來是要把所有的責任 推給公務人員的 有沒有 他有沒有說 我不懂都市計畫 我沒有去開都市計畫委員會的會 所以都是專業的 都發局的同仁區開的 都是都發局演你的 所以我都不知道啊 可是這件事情引發什麼 所有公務人員 把所有你指示的公司 全部都交出來嘛 包含林青龍把2017年那個時候 他內簽的附件就拿出來 就明顯告訴你 省慶金獅子大開口 除了560之外 還要保障12萬平方公尺 算起來就是678的容積嘛 這件事情有沒有 有嘛 所以柯文哲要把所有的責任 都推給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就把押銷寶 全部都拿出來 你現在恐嚇所有的都委 都委會委員 都委會委員就把當時他講過的話 全部都講給檢察官聽 你覺得你能夠 如意算盤能夠上嗎 所以你說今天恐嚇這些都委會委員 只會適得其反嗎 當然是啊 都委會委員 你知道都委會委員開會啊 一個小時兩千塊啊 為什麼要幫你付這個責任啊 一小時兩千塊 是啊 那些打點費 除非省慶金的打點費 那三點四億的打點費 有到這些委員的口袋 不然這些委員為什麼要 為了你才冒這個風險 對不對 還包含黃錦茂莫名其妙 在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一號 一方面把審慶金的案子退回去 另外一方面 馬上找了專家學者來開會 對 這件事情是專家學者自己要的嗎 全部都是你都八局自己處理的 而且依照台北市啊 黃珊珊現在講說依照台北市都市計畫的自治條例的二十五條 第二十五條的規定是什麼 都市計畫地區內市府認為土地有合理使用之必要的時候 可以擬定細部計畫去對隆基做討論 好 請問市政府認為 市政府認為是都委會委員嗎 不是啊 都委會委員是你市政府送案子進來委員會討論的 是你都八局 研你好之後把案子送到都委會討論的 所以你都八局沒有送進來 我就沒有案子討論了嘛對不對 所以都八局同仁告訴大家說什麼 誰指示的 誰指示我把這個案子送進去的 就是你柯文哲嘛 就是你黃珊珊嘛 所以黃珊珊把二十五條拿出來 再一次自證幾罪 就是台北市政府自己認為自己跟金華城的利益完全綁在一起嘛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可以認同這個剛剛宇軒所講的 我認為他在跟審慶金行 因為審慶金如果真的身體撐不住 他有沒有可能真的轉為污點證人 他轉為污點證人就不是只是證實圖利 他是證實了我三點四億的流向 跑到哪裡去 由誰去辦理 我告訴你 這東西如果一出來 現在大家不是講說找不到金流嗎 找不到黃珊珊在裡面的 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嗎 如果全部說出來之後 我告訴你那是一肉粽的 一冠肉粽每一個人都有 所以黃珊珊跑得掉嗎 當然跑不掉 另外我要再提醒一件事情 剛剛我們講的朱雅虎在2017年給蔡姊的這個書 蔡姊的這個陳情書裡面 其實就有講到一件事情 當時都發局的副局長張剛偉他完全不認同560更不要講12萬平方公尺的這件事情 他說什麼除非政務官手遇他才會同意 所以已經代表一件事 對 同仁 都發局的同仁非常知道 金華城這個案子 除非是政務官親自下手遇 不然所有的同仁是不會乾冒犯法的風險 大家都知道那一條紅線在哪裡 而且我們不要講的自由時報這個獨家裡面非常耐人趣味 裡面就特別談到就是說 現在北京你看起來是密集的這個偵訊 在押的柯文哲跟彭振生 可是他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他已經搜索很多地方 特別是微晶集團的子公司 包括已經標得北市魚果市場改建工程的中華工程 我已經鞏固市政 中華工程搞了半天 是現在檢調單位要偵辦搜索的一個重要的地區 那現在再查的是 那阿伯他的重要政績不是社會載嗎 他社會載我們看得嚇一跳 搞了半天很多的社會載誰蓋的 中公蓋的 那中公搞了半天 他底下有一個保全公司叫中公保全 那現在我們之前曾經介紹過恆大 我們也介紹過碧桂園 而在恆大碧桂園這些公司裡面 有一個單位穩賺錢 就是物業管理 搞了半天現在阿伯說 這些社會載很多的物業管理 也要交給中公保全 這代表柯文哲對中公也太好了吧 是寶貞哥現在搞不好會槓上開花 中公本來在我們原本討論裡面 他感覺上沒有扮演如此吃重的角色 可是現在如果說中公的相關的數據 跟他的財務報表 還有他的一些資料都被剪掉去搜索的話 他可能會變成是槓上開花 其中現在被人家發現到另外一個案子 是什麼案子呢 就是柯文哲竟然在莫尼的時候 改變社會住宅的一個保全相關的招標方式 現在人家認為有可能也是土地中公保全 那他是怎麼樣的 他說整個台北市政府蓋的社宅 大概有17個左右 那17個以前都是各自去負責各自的物業管理 因為所謂的物業管理 其實什麼水電啊漏水啊燈泡啊 那一些拉哩拉炸事情很多 可是因為他各自為之的好處是在於 人家可以去找他們自己的嘛 那人家找他們自己的 那個靈活還有收錢各部分 人家可以有一些中小企業也可以來承包 所以過往這個部分 我們台北市政府是沒有要去介入到這一塊 等於各自去處理 結果現在改變了什麼樣的招標方式呢 他現在整個17個案子 全部把它集合起來 分成北中南東四大案 然後北中南東四大案呢 然後就說我們一年大概是 北岸跟中岸大概是2000多萬 然後東岸跟西岸大概是3000多萬 所以如果這兩年的話 大概加起來是1.2億元 結果後來開標結果才人家發現說 為什麼中公保全 又獲得其中的東跟西這兩區的一個標案 所以加起來等於2.4億相關的所有的社會住宅物流的管理 竟然有六成全部又都是中公在那邊吃下來 所以人家就心裡想說 這個錢很穩的耶 對 而且這個錢是什麼 收現金 你知道每個社會住宅 幾乎你只要住那種大樓 幾乎每個月都沒有 管理費 那你知道威京集團最缺的是什麼 借金 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 等眼睛 等眼睛嘛 所以你就會發現 柯文哲真的很貼心耶 連這個資錢叫該付的不讓你付之外 現在幫你想方設法 連這種捐低 小米啊 幽米啊 他也讓你流進中公跟威京集團的口袋 而且 所以我不但是給你大的錢 給你840% 我讓你500億至少進到口袋 連這種每一年幾千萬幾千萬的錢 我也都送給你 對 然後當時其實也有議員就質疑說 你這樣子把17個本來各個地方 可以各自為政的這樣子的一個物業管理 你現在把它統包起來 你說好聽點是說 因為他們這樣子物業管理 就可以有請一個行政人員 請一個相關的 那他們可以就是統籌負責這件事情 可是你會另外一個角度想 是不是也讓一些原本 可以去爭取那一兩件小案子的那些中小企業 有玄機呢 他說他2022年8月19號公告招標 結果呢8月31號 北市府跟中公合約 就到期要即將要去另外一年的約 結果9月1號執行標案 9月2號決標 那你不是很奇怪嗎 你怎麼可能你9月2號才決標 結果按照你們契約裡面 你們9月1號已經開始執行標案了 結果後來被人家揪出這個問題之後 他又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這個呢事實上呢 是這個住進上的錯誤問題而已 沒有其他太大的錯誤 結果人家說不對耶 你後來發現你根本也沒有上網去公告耶 那別人怎麼知道 對 到底人家怎麼知道 他這個很妙喔 他說不對啊 你這個社宅管理 你怎麼沒有直接沒有上網去公告 他就說沒有啦 事實上呢 我們是沒有那個賬號 那好啊 那奇怪 那為什麼中共知道 那人家說沒有 因為我們有訪視業者啊 那其他的標案沒有來啊 所以後來就 那你訪視了誰 就有人講出一個重點 他說像這種案子 這個叫做什麼 就是贏在起跑點 什麼起跑點 人家沒有上網公告 你都知道 就換句話說 是不是私底下 就是有一些市府的人 都去打通了裡面 市府裡面嘛 那後來就發現 當時中共保全的董事長是誰 朱雅虎 又是朱雅虎 又是朱雅虎 你知道嗎 中共保全董事長 朱雅虎 又是朱雅虎 朱雅虎 幹完了那個 那個鼎月的董事長之後 跑去幹中共保全 所以呢就是 他拿到了鼎月這個之後呢 馬上無縫接軌 又跑去了那個中共保全 他最稱職的還不是個將軍 他最稱職的就是滲透到市府裡面 連這種沒有上網公告的案子 他都知道 傑族先登 所以先生部分人家發現說 不對喔 會不會從頭到尾 事實上 真的就是 北市府 柯文哲的市政府 就是在土利中公 所以才發現 人家這個案子 根本沒有上政府電子採購網 招標 結果後來 你竟然 中共又知道了 所以這樣子 整個中共還有整個 微金錢來查下去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有 更多其他的案子會冒出來 對 蘇梅 如果今天連物業管理 你都要給中共 你會不會對中共太好了 而且物業管理 是一個穩賺不賠的工作 他就固定賺一個%數 那其他我所知道的 他們是給的待遇是不好的 是啊 而且我告訴大家 你知道嗎 台北市社宅裡面的同仁 因為你知道 我們那個管委會 通常都是所有權人 才能夠去參加管委會 那你知道社宅 所有人都是租客 所以你知道 管理人員 管理的物業公司 對於所有的社宅的租戶 態度是非常非常差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區 一個區 全部都標給他 我告訴你 我態度不用好 反正我就吃下來那麼多 所以我實在不了解 為什麼在最後一年的時候 柯文哲居然要去改變 這樣子的這個 這是柯文哲最後一年改的 對在社宅的物業管理的部分 居然要用一區一區的 這樣子的方式標 而且最讓人訝異的是 他又標給中工 中工在物業管理上面 也不算是品質好 也不是老經驗 也不是老招牌 那為什麼一定要標給他 而且還讓他就莫名其妙 在沒有公告的狀況底下 就標給他 這有沒有瓜田底下 其實如果真的如媒體所報導的 是這個樣子的 是媒體是中工知道 但其他人不知道的話 我覺得這一樣應該要納入 這一次的檢調調查 是不是也有私相授受的問題 你怎麼讓我感覺到 你什麼錢都要給中工 是嘛 而且我問題是 中工為什麼在柯文哲的時代 可以這麼神通廣大 別人不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 然後比如說第一果菜市場 為什麼沒有人敢去標 因為檢像發包 你之後不蓋回去 我就了錢 我就賠錢了 為什麼中工敢去標 是不是就已經有承諾了 這些承諾讓中工相信說 柯文哲不會虧待我 所以我去標 我一定可以把它全部蓋回來 第二個 魚果市場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中工居然在設計標 在設計的時候 把所有大樓安全的部分 列在檢像發包的樓層裡面 所以導致蔣萬安現在上任之後 就算是不需要那些樓層 也一定要蓋回去 不然現在的這個魚果的五層樓 就會變成爛尾樓 所以誰讓中工口氣可以這麼大 誰讓中工可以在台北市政府橫著走 我覺得柯文哲要負起最大責任 所以我們之前談到就是 台北市政府根本就是讓 微經集團魚去一丘 根本就是要五毛給一塊 你要的東西我全力配合 讓我給你極龐大的利益 這個是完全不符合台北市的公共利益 也完全不符合所謂的通愛性的考量 台北市政府居然敢這樣幹 你看到黃三三居然敢撒一個瞞天大謊 居然敢臉不紅氣不喘的直接講 這是沒有問題 這個完全違背社會的一個認識 那更誇張的是 那大家去查了 你當時不是講嗎 在10月19號的時候 你弄了一個動工典禮 這個動工典禮灌溉雲 連柯文哲都來了 之前很怪喔 你10月19號辦動工典禮 你10月18號就才拿到建造 這個時間非常改 已經非常誇張了 後來大家還去查 不對 原來這是假的 這是打假球 這是玩假的 今天柯文哲居然配合 沈進青打一場假球 因為真正動工的時間 是在隔一年的2023年的2月3號 寶姐為什麼這麼詭異的狀況 因為這個柯文哲很緊急啊 寶姐那從2020年3月開始 其實柯文哲已經沒有在當台北市長 他要當什麼 他要當葉克膜醫生 他回到他醫生的本業 為什麼 因為他當時要醫治一個 瀕臨快要死掉了威精集團 你說他把威精集團當成他的病人 對沒錯 等於說我今天用盡所有的力氣 把你送到ICU ICU用葉克膜用盡儀器的力量 把你救火 可是當時的台北市正陷於水深火熱 台北市當時陷於疫情當中 他把台北市民丟進ICU 對 去把威精集團從ICU裡面給救出來 沒錯 他這時候要搶救的目標 不是普羅大眾 搶救的目標是威精集團 為什麼 寶姐2020年 我們回到當時的威精集團 小沈自己本身 他欠了洗米華40億 然後又欠了林秉文20億 本身財務狀況就搖搖欲墜 再說他當時的這個 這個逃出引員 每一年要花大概4點多億的 這個維修費用 維修費用要花出去 4.5億 銀行都跟你說 你這個費用你快要繳不出來 當時的這個金華城廣長 他的年代案 金華城204億的股本 他那時候已經賠了130億 他當時每股禁止 已經低到5塊以下 銀行都跟你說 你趕快金華城廣長 趕快買一賣 當時他是遙遙欲墜 所以他遙遙欲墜 所以當時真的是風中殘珠 我跟你講 在如果沒有撐過去的話 他當時真的會垮 可是當時偏偏有一個 這個救人無數的葉克摩醫生 他來到了審慶金的旁邊 開始對你 這800米加計 這個所有的用的這個藥物 都完全用上去了 對 所以我幫你裝上葉克摩 心臟不掉了 肺臟不能用了 你任何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台北甚至不用盡所有的資源 把你圍巾給救活 怎麼救 抱歉 好 沒有這個法令 沒有關係 我們自創20%的容積率 創給你 那下面不願意做 沒關係 我奉交下 我交在黃錦茂啦 或是交上彭哲哲 反正一定要給我達成 那度我會裡面有反對的 沒有關係 趕走 講再多 沒有關係 我不聽就是不聽 不聽的話換人 你要黃台生送正脈 能換的都換 曾光中 能換的都換了 換成都是願意的 然後最後 反正這個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就過關吧 強行過關 什麼都是這樣做 保證一路以來 他一路為他開了多少綠燈 然後做到多緊急 真的把他當成是 這個葉克膜的這個 急診室的病人在救 他是真的在救審慶金 保證你說 這個真的是送佛送上西天 保證金 送到最後一秒鐘 對 連你的拿到劍兆 我照一講 你讓你11月18號 讓你拿到劍兆 那已經歐比托佛了 那都已經人自意境了 我竟然還陪你演了一場戲 在10月19號陪你弄了一個動工典禮 而這個動工典禮 現在回來看 他不是一場動工典禮 根本就是一個軍令狀 是柯文哲對於 審慶下的軍令狀 我保證10月18號以前 我會給你建造 而且這個東西 也是柯文哲威嚇所有的台北市政府 你要在短短的兩個禮拜的時間裡面 把建造給我伸出來 而且我覺得柯文哲在台北市長任內 做的最精彩最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他完成了這個都更案 我跟你講 所有的都更案 沒有一個都更案 能夠再這樣 在兩年之內完全拍板的 竟然都更案 都是至少10年20年以上 保證你自己來看 而且我要補充一下 他不但是兩年搞定 而且是180度的改變 如果你是一個新的都更案 的話還有可能 你是一個被人家注意到了 被人家打槍的 甚至被監察院盯上的 你還敢這樣搞 保證 柯文哲的心情就是 不管大家怎麼樣 我就是要救他 不然你是要怎樣 反正我用盡所有的權力 你看2020年3月10日的便當會之後 開始說 黃錦茂你要趕快給我開始辦 從2020年的3月10號 到2022年的10月6號 雙方簽協議 你看不到兩年的時間 就搞定這件事情 然後在10月6號簽協議書之後 保證照理說 協議書簽完之後 你要把那些都談定 開工至少要三個月後 就沒有你10月6號簽的時候 趕快開工典禮要10月19號給我做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把這個日期都訂出來之後 要什麼 要是台北市的 趕快在10月18號給我發下建照 因為我市長要出席10月19號這個動工典禮 這個動工典禮一定是比這個建照 更早就決定好時間的嘛 所以剛才講到 我的10月6號雙方簽訂了協議書 簽訂了協議書以後 18號就拿到可只隔了11天到12天的時間 因為我們今天翻遍了台北市所有的行政流程 所有的工作 從來沒有說你今天跟業者簽下協議書之後 通常到三個月之後你才可以拿到建照 竟然在11天你就拿到建照 而這個就當時就跟當時黃錦帽一樣 我便當會拿吃完了便當會吃完以後我收到金華城的呈請 收到金華城的呈請之後我也是警告黃錦帽說 你在11天之內給我搞定 所以柯文哲只要碰到了這個所謂的金華城都是限期完成 沒錯10月6號到10月18號也是12天之內給我搞定 那我就想為什麼要玩這一場遊戲呢 因為事實上真正他動工的時間點是隔一年的這個2月3號 那為什麼這一天要這麼動苦的點你呢 保證我這樣做給兩個人看 一個是誰 銀行團 因為銀行團當時已經對沈慶經理已經搖搖欲墜 你撐了那麼久我們不想再連帶給你 你趕快他就說那我們要動工了 動工了有進度了 另外第二個做給誰看 我動工的時候我就可以賣啦 所以也是有這個客戶會上門就這樣 所以他做給兩方面看 因為什麼 保證你要真的再拖四個月的時間 保證以當時的金華城的財務狀況 你很難說他能不能進貨這四個月 所以要能夠 反正我就扶你最後一把 我就讓你 好啦 提前的一個狀況啦 好 所以剛剛講到 柯文哲當時在那個動工點筆的時候 他知不知道我的簽約對象都是頂月 我如果是頂月的話 我的對象應該是朱雅虎 可是他的對象就是審計金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審計金已經違反了公司吧 他當時在賣這個金華城土地的時候 根本是左手換右手 他竟然還配合了審計金演出場性 你不但是你願意在審計金旁邊 你還願意定下這個軍令狀 10月19號動工 欸 這也太誇張了吧 沒錯 你看這個時間點就是10月18號嘛 那10月18號這個建造 10月19號就這樣子嘛 那我不是講嗎 10月22號是老省啊 省大老闆75歲的生日 我覺得這都也是配合好的 因為他真正動工的時間點是在隔一年的2月3號 這都是白紙黑字的 那事實上我跟你講 這個證照的這個所謂協議書是10月6號 所以我就講欸 遇到 我跟你講台北市很多案子的 就一直都沒辦法做得很好 沒辦法做得很快 但是遇到金華城的案子呢 每一個公務員都是光速進行 把你完全全力的這個過關 所以就覺得這個你後面沒有 這個柯文哲的這個意志力 你怎麼可能會辦成這個案子嘛 而且柯文哲剛剛講到 他每次碰到的金華城都是交辦 都是限期交辦 而且都是限期在11天交辦完成 對 沒錯 你看3月10號的 這一次的這個便當會之後 金華城馬上就送成型出過來了嘛 成型出過來說 我要560的這個容積率 然後沒多久的時候 他馬上就說欸 趕快給都發局 趕快研議啊 11天之內要交出這個解決的這個方案啊 那另外包括什麼 很多這個我們講容積率的過程裡面 從整個市政府的法令 到整個都委會的進行裡面 他完全都給你開後門 給你這個馬上打通關的一個狀況 另外我就講嘛 當年的這個省經濟是這樣 2021年的時候當時的媒體報導 連帶利用率是4.5%的這個利息 加上費用一年要花掉5億 這是在淘租一年 他都沒有賣喔 他沒有賣啊 你看那麼多的這個存貨在這個地方 我光是這樣 我一年就要燒掉5億 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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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億在燒 另外就是這個金華城這個案子 金華城這個案子我就講 204億的金華城公司的股本 他已經虧到這130億 剩下80幾億的帳上現金 銀行團要求你趕快把它賣掉 他賣 左手賣給右手賣給鼎月 問題鼎月又沒有錢 所以他當時真的是 保潔大 他等於是鍋蓋了 八個鍋 九個蓋這樣一直蓋來蓋去 根本就是已經非常的捉襟見走了 可是這時候天上掉下一個科大醫師 國手來幫你檢查 我幫你做 怎麼做 只要這個案子過了就完全過了 所以就等於是柯文哲真的救他一命 另外一個你看 柯文哲在很多會議裡面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開工點 這是2021年的11月3號 這個威京集團舉行一個叫做 威京永續ESG的領韓集團 全新CIS的發表會的時候 你看柯文哲就到哪個地方去了 也到場了 所以你要知道事實上 柯文哲跟威京的關係真的非常好 好 那除了柯文哲之外 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更詭異的 黃珊珊最近寧可要讓所有人都脫下水 他也要跟你說這是都更第25條 反正威京是完全沒有錯的 你看前任的市長跟副市長 如此權力地捍衛威京集團的權益 你說這裡面有沒有鬼 沒有鬼 大家可能都不相信 好 宇雪 今天幹嘛 今天我們看到了簡聯雙方開始要幹嘛 要去約談了北市科 約談北市科當時我們看到的 產官局的這個產發局的局長 地政處的相關人員 因為現在北市科也出來了 那你把這些案子才發現 我們昨天不是講嗎 在2021年到2020年2021年2022年 這個是台北市最危機的時刻 台北市當時因為COVID-19的爆發 這個城陷入了空城 對於台北市來講陷入極大的壓力 可是柯文哲當時幹嘛 他剛時在經營他跟財團的關係 當時他努力地把威京集團 從ICU病房裡面給拯救出來 可是沒有想到 他卻把整個台北市民丟進ICU 保安哥 我們講了 這一張照片非常經典 為什麼 因為這根本就是聊災之役 什麼神魔鬼怪 全部通通大家齊聚一堂 因為當你現在回顧到過去的時間點 2020年到2020年你會發現 原來大家那時候在拼防疫 柯文哲在拼什麼 拼什麼 拼財團 拼經濟 拼經濟 人家拼防疫他來拼自己的經濟 為什麼 因為你仔細看 這一張照片裡面 包括威京團副主席金華成 第一果菜市長 閉案也在這邊 結果中華國總統城的總經理 周志明第一果菜市長 也在這邊 結果星光營這是誰 也就是貸款給金華成 而且自己還設定到 還有什麼 南綱轉運BOT案 所以光這一張照片 就已經把柯文哲的五大閉案 講得清清楚楚明明明白 每一個人 大家圍繞著柯文哲 暫時一位 全部取在一起 而且連他的辦公室 台坡董事長林伯峰 柯文哲現在住哪裡 辦公室在哪裡 台坡大樓 就台坡大樓 所以各位 全部柯有有 光是這張照片 一字排開通通限行 所以當時所有的地方 父母官 所有的人 這個財財政務人員 都在努力做一件什麼 都在努力做這個 所謂的防疫的工作 只有柯文哲 努力的跟財團交往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五大案 五大案 都是發生在這個時間 對 我們來一個一個 爬數整個詳細的時間之後 首先你看 第一個叫地獄國太市長 地獄國太市長 我們剛才講的誰 就是中工 中工背後一樣 也是很精進 那發生什麼狀況 只蓋五樓 各位 原本規劃是 六樓跟八樓的產品 他就只給你五樓 然後減項招標 減項招標之後呢 金額直接給你大砍 原本跟你講說 標的金額 沒有人要來標嘛 對不對 保雷哥 結果砍下去之後 幹嘛 金華城 我們講的 中工來了 中工進來之後呢 再說 但是呢 這個東西不能用 直接給你標到一個爛尾樓 然後再說你要的話 還要再加錢 還要再額外增值服務 結果就變成什麼 六樓跟八樓 你額外還要增加四十幾億元 所以保雷哥 這算不算土利 當然土利 當然土利嘛 台志光也是一樣啊 可不可以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 我忘記了 我不知道啦 沒有啦 我哪有訂什麼 106年沒有訂 結果被林嚴峰 被一堆議員減數被抓包說 有 你106年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怎麼訂費率 原本原始費率760 你說 那就幾妹就乘幾倍 乘三倍 直接乘三倍 然後就送給誰 送給台志光 大巨蛋復工也一樣嘛 原本前面拖拖拉拉拖的老半天 結果後來跟遠雄認識之後 莫名其妙 二年八月說 我們同意復工了 直到現在這個爛攤子 才終於收完 來 各位再來 2020年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保雷哥 我講到這邊 我雞皮疙瘩起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都在2020年 都在2020年 2020年大家在幹嘛 防疫啊 大家還在惶惶不可終日 嚇死 每天都是疫苗 戴口罩 趕快篩 在搶這些東西的時候 柯文哲還在拼經濟 你看 南關轉型戰 BOT案也是一樣 我跟你講 這個案子 離譜在哪裡 原本第一次標的時候 規則辦法都一模模一樣 12億有沒有人要來 沒有人要來 16億有沒有人要來 沒有人要來 保雞哥問你 為什麼權力金 這樣標沒有人要來 這太貴了嘛 不然大家早就來搶了嘛 結果最後面 你知道他什麼 直接開大決 他有分兩個 一個叫什麼 經營的權力金 一個叫什麼 開發權力 他說 欸 經營man 我直接大票囉 大拍賣 原本16.1億對不對 不用了 直接給你6.1億 送給誰 送給星光 就這樣直接送過去 16.1億 變成6.1億 而且北思科也一樣 北思科後來 為什麼很多建商不敢去 是因為 你當時著名的是 醫療專區 醫療專區 你就突然拿掉了 所有建商不知道 只有星光知道 所以星光進去了 別人才知道上當了 寶貝哥 你們有發現 第一果菜市場 還有我們的南港BOT案 還有北思科案 都有一個邏輯 劉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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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幹嘛 跳樓大拍賣 完全一樣 金華城是不是也是這樣 劉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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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自己的公司 欸 我直接全部送給你 完全一樣的狀況嘛 所以你看 北思科這個案件 離譜在哪裡 剛剛講到 第一個 醫療樓地板面積 完全取消掉 而且人家16 17 18 原本他三塊說 我要幫他一起 一起標 然後標價多少錢 86億 鬼才跟你標 根本沒有人要來吃下 這麼大量 結果後來7的時候 不是喔 16他給你知道標多少錢嗎 81億 16喔 T16直接給他81億 而且要什麼 投資計畫書 然後樓地板面積 要規劃詳細清楚的 你的運用方向跟運用目標 結果到了17 18的時候 只剩下44億 寶貝哥送給誰 送給又是送給 我們講星光星 都是腰斬 對 又腰斬 然後我跟你講 樓地板說 不用了啦 因為16是領頭一樣 17 18 就是放給他煮油杯 放股吃醜 他愛怎麼看就怎麼看 所以你知道嗎 北思科現在這邊是什麼 一樣 我們講的 根本動工 沒動到極撇 然後呢 我們講的 南港BOT案一樣 跟你講說 2025年就要完工 舊寶貝哥你知道 現在只完工多少嗎 34% 他今年的計畫 應該到70% 所以柯文哲在台北市 你不是留下弊案 就是留下爛尾龍 而且更可惡的是 你留下弊案的時間點 你只剩下一件事情嘛 那個時間點大家在幹嘛 在忙著拼防疫啊 結果你看喔 2000年 我們講2月15號 3月開始 便當會了 8月 12月 這時候在幹嘛 搞那些有的沒的 然後換委員等等 到2021年 10月這時候幹嘛 記得我們講 搞定啊 搞定金華城 我們把金華城搞定 所以你看 整個時間走 你就知道為什麼柯文哲 根本沒有心思 管什麼妄華阿公店 只有一件事情 就幹嘛 未飆而飆 他就從頭到尾 就是想說 反正呢 我就打著 我們講的葉克摩的精神 你今天病人來 有沒有發現 星光是什麼 經濟狀況 財產狀況 我們講不好的公司 那我們講的 金華城是什麼 已經即將快要 也是財務有問題的公司 差點開高槓 趕快要倒閉的公司 柯文哲抱持他的人衣良心 專門救苦 就讓救這些公司 把保健康 反途就要問一個問題好了 你今天如果是經營績小 非常好的公司 你會去跟柯文哲 在瞎腳握 當然不會啊 對嘛 所以他只能找這種 跟他一樣 亂七八糟的公司 好 你是我們這裡面 你有這個所謂的 台北市政府的經驗 也有中央的經驗 你在台北市政府 也歷練了非常久 今天我要問你一句話 我整個看下來 今天柯文哲的八年 除了對台北市的 這個對台北市留下了弊案 留下了萬大果塞市長的爛尾樓 留下了南港轉運站的爛尾樓 他到底留給台北什麼 什麼都沒有 爛貨 講這一題 市政議題 我們就就市政論市政 好不好 小草不要雞噗噗 因為柯文哲 他八年任期做完之後 大家講說柯文哲 是最棒的台北市長 很多跑市政的記者 跟議員就覺得說 有嗎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弊案 我本來以為說馬英九 已經是我認知以來最爛的市長 沒有想到柯文哲還可以更爛 我跟柯文哲報告 因為那時候寫過一篇文章被罵 我說柯文哲八年前跟後 加起來一個四年一個四年 完全沒有動工任何一條 或規劃 沒有捷運 捷運 對 我覺得一個市政界 覺得說這個東西 是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柯文哲你知道嗎 我現在很快講一下 台北市過往這麼多的老市長 李登輝做什麼 他說大台北地區人很多 翡翠水庫 你知道弄一個很大東西 出來嘛 對不對 還有現在信義計畫 確實他弄的 對 他把東區弄出來 因為以前西區已經飽和了 對 開始往東 以前聯合報還有信義計畫 這塊根本就是荒芜一片 他把它計畫起來 李登輝 許水庫在做什麼 牧榨動物園 比較小的 我們就乖講過去了 還有現在台北市的 所有的捷運的路線開始 是從許水德開始 規劃台北的六條捷運路線 那我跟妳講 這我馬上接上 許水庫規劃以後 誰這麼看討 不知道 同時六條路線都動工 後來被罵到沒有選上市長 黃大洲 黃大洲嘛 黃大洲那時候就傻傻 就我們需要捷運 六條同時動工 然後呢 他還拆了台北市 大安森林公園 那邊之前的這些 以前的眷戶等等 把它做成大安森林公園 做完沒多久 阿扁就當選了嘛 所以呢 還有把中華商場給拆了 中華商場拆了 老台北人 我現在講什麼 記憶都回來了 拆到中華商場 為了讓整個新民地能發展 大安森林公園把它蓋起來 六條捷運同時動工 然後落選 這是黃大洲 阿扁上來之後呢 開始有捷運了 然後阿扁他其實做的東西 並不是大建設 而是很多東西是 跟人性有關的 譬如說降低那個整個服務台 來來紅茶 然後聯合服務中心 在市政府的後面 我這個商管處什麼 我不用送紅包 很快的把它做好 台北新一區的 台北漫哈對 是從阿扁開始的 台北的101大樓 也是陳水扁 跟劉泰英兩個人談過 才蓋了那個所謂的 台北101大樓 當時MATRA 這個所謂的快垮掉了 他說馬特拉不拉 台北來拉 我們就拉出來了 馬特拉不拉 我們自己拉 然後呢 台北市的捷運跟公車 有來台北市的人都方便 因為其實像我台中人 誰要搭公車 搭公車都要繞一個小時 台北捷運怎麼這麼方便 因為台北市的捷運 有公車專用到 阿扁的時候做的 所以我們現在生活上 大小方便的地方 都是一任一任市場接下來的 後來阿扁又換誰 換馬英九 馬英九愛運動 所以他現在台北市 12個運動中心 都是馬英九規劃的 然後呢 當時馬英九 他還做了什麼 他就是推動悠遊卡 以前沒有悠遊卡 是馬英九任任 2000年的時候出來的 垃圾不落地 垃圾不落地 垃圾不落地是阿扁 馬英九是搞那個垃圾袋 馬英九是搞垃圾袋 垃圾不落地是阿扁搞的 好 那現在大家都會騎U-buy U-buy是好龍兵 所以你要講說 什麼東西做下來 會讓他有感覺 好龍兵有辦幾個大的活動 聽澳啦 花博啦 然後呢 他的U-buy推動之後 現在台北人都喜歡用U-buy 那你接到柯文哲的時候 柯文哲他就沒有 好龍兵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 1999是好龍兵幹的 就1999的那個 對那是好龍兵幹的 行動服務中心 那是好龍兵幹的 市民熱線 市民熱線 那個很好用 那個保健哥 因為1999是馬英九 快要交給好龍兵的時候 因為他名字是英九嘛 所以就1999 所以那時候弄了 任何拘束 你只要市民專線 好那我現在並不是說 柯文哲怎麼樣 就是說 他就沒做 你前任市長都有重大建設 拿得出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問過這個問題 只有拆北門而已 就是拆掉北門 然後大家會講說 你為什麼沒有規劃 重大市政建設 那現在看起來 沒有規劃重大市政建設 可是你的這些大的案子 包含金華城 雨果市場 南港BOT 北市科 都會出現問題的時候 就麻煩了嘛 那因為市長 他是基本上 台北市的市長 你看像這個李登輝 馬英九 陳瑞扁 後來是選總統的 所以台北市的市長 首善之區 他首善之都 是非常重要的 那柯文哲市長 他現在目前 拿不出一個重大的市政建設 還可能會有這些官司 是第一個麻煩 第二個 我給大家看民調 因為這兩天 有很多的民調出來 大家都說 民眾黨怎樣 為什麼要看 有了什麼偏率 或不偏率 我已經連續給大家 看了三分民調 今天看的是 友台TVBS民調 這個不是什麼綠媒 你說今天是什麼 比較偏綠 TVBS民調 保傑哥你看 民眾黨支持度 已經掉到剩9%了 而且金華城也好 或政制憲章也好 根本大家不相信 保傑哥你看下面這個 連這個政制憲章案 柯文哲民眾黨的支持者 他都不覺得中間裡面 所謂的漏報沒有到五成 相信他是漏報只有47% 那以這樣的狀況來講 投給柯文哲的人 都沒有過一半認為說 他是漏報 然後整個民眾黨的制度 已經掉到剩9% 而且大家認為不相信 柯文哲在金華城市 我們這個不知道 但是不相信他是 清白的有45% 這個時候民眾黨跟柯文哲 因為綁在一起 沒有登出機制 如果柯文哲最後 有五大案 沒有全身而退 民眾黨也會跟著 一起受重傷 好 兄弟 我先簡單看一下柯文哲 剛剛講的 你不要說 在你的任內 沒有一條街運 而且在你的任內 當時我住的地方有萬大縣 要一般來講 萬大縣早就蓋好了 但二手就跟我拖拖拉拉 那我再仔細看的時候 我覺得很妙 他現在看的時候的建設 都是有料服務 清華城 他很認真搞的 有料服務 萬大果在市場 我覺得他也搞的 也是有料服務 今天什麼 那個轉運站 很認真 搞的有料服務 沒有 無料的服務 他都亂搞 無料的 純土利市民的 增加台北市建設的 無料 都不做 都不做 有一個建設公司 很有名的建設公司 我估引其名 他本來是支持阿伯的 然後吃了飯 阿伯很會吹牛 我多厲害 你看我一個禮拜 就把北門拆掉 什麼 結果剛好那個建設公司 老闆是捐錢給他的 那時候 那我的總部 要搬到內湖 拆除 拆掉 拆除執照 剩餘多久 六個月 你吹牛嘛 你工錢 用那個臨時的合約 當然可以幹 來 請再回到廣場 我來講一下 講一個門道 金華廣場 為什麼十八號拿建造 十九號要開工你知道嗎 因為開工才可以建榮 才可以拿錢 你開工 不好開工才可以跟銀行借錢 拿到建物資料 不行 這是關鍵嘛 好 我再講 所以柯文哲在陪他打假球 打假球 而且你漏了一個大事情 是不是風雨飄搖 是風雨飄搖 剛剛那個時鐘講了嘛 我跟你講 他幫他什麼忙你知道嗎 八十八億保證金沒收 八十八任性城市 移居城市 然後還有智慧城市 八十八是放來保證金 是還你的 還你的 並不是用八十八換容積 會退的 好 那今天 你八十八億這個東西 是不是在身體建造以前 一定要先放進去 當然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那是不是容積移轉 是不是一定要買定 對 遷出的基地 移到遷入的基地 遷入基地就是建化城 對不對 都沒有做 他極極奴力令 有幾個原因 我跟你講 我們從時辰時間走來分析 第一個 他那個為什麼根本就沒有真的做 而差一天要開工 從建造到開工 搬錢 這第一件事 跟星光搬錢 第二件事也是 你八十八億 你這個保證金沒有送進來 我怎麼可以跟你建造 他簽什麼約 你知道上全路過 簽到拿到始造後兩年 這什麼約 建造很重要 對不對 建造很重要 好 那重點是 你的容穎 也是拿建造以前 必要的容穎 你的容穎花了七十億 你換得三百億 那你的 而且八十八億 各種的所有的幾百億 都不收 都讓你先拿建造 讓你先開工 因為即使 極極奴力令 你知道他的容穎的 容穎 移進移出的錢 繳進去 你知道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是2023 蔣灣的時候 好不好 所以他拿到建造的時候 該必要的手續都沒有辦 拖到蔣灣一年後 蔣灣如果狠一點 可以廢建造 對 因為你程序沒有完備 所以你就打行政官司 他一定打行政官司 這個我不要給你 他們一定告 如到這樣的窘境 我跟你講 柯文哲的問題 柯文哲的問題 我們講的重大件事 他做了什麼 我跟你講 台北市的羞恥 柯文哲沒出弊案的時候 怎樣 六都每次都最後一名 很丟臉 我們台北市議員丟臉 台北市民也很丟臉 除了弊案不要講了 就抓去關 他只留弊案給台北 要不然就是爛尾樓 除了他貪愛錢以外 用錯一個副市長就倒了 鄧佳基走了 被蔡碧如幫著 黃三蛋幹掉鄧佳基 換他上來 2019 你知道 朱陽變色 所有的財團進來 有料財團都進來 大建設都進來 這是出大事 黃三蛋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他是關鍵 當然 黃三三 來 黃三三跟中華工程好不好 好吧 好 黃三三 阿伯 還有殷小薇 我想第一次的雙子星 被馬來西亞標到 有沒有 太極雙星 然後中華工程是不是第二名 中華工程把那些資料 給殷小薇打 好 那又到了第二次 到阿伯是好隆明時代 到第二次中華工程怎麼樣 是不是又是香港人標到 可是中華工程第二名 可是中華工程為什麼沒有到 你知道嗎 所有的標是你標 所有的營造發包全是我中華工程 這裏面有多深的水啊 你們想一想 是不是 所以雙子星也是他做的 中華工程引進做第二次的雙 第二次以前廢標了嘛 是不是一道到了 這是好隆明時代 到了柯文的時代 2019之後是不是又弄了 那個那個雙子星 那也是他引進的 黃三三 水有多深啊 無意不語啊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